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宁哥长那么大第一次坐飞机就是为了梦想 哪一件呢有朋友问我哪一件就花生雨那些了 第一个女朋友输了三年第二个女朋友输了不到一年吧 第三个女朋友输了三年半 前两人呢抛弃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钱 第一个女朋友呢就是就是唱歌认识的 就是我们共同爱好他也非常喜欢听我唱歌 所以我们在一起了 但是后来就是后来她的女朋友她的蛮好的 就是她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她会人家了 她就是那小管没做事过很早直播之前 然后呢就想那个想买房啊想买个房子 结婚吧那时候就想结婚了 当时呢就是嗯 买房钱不够 买房钱不够 买房钱不够然后呢 她家人就说她家人她父母都特别好啊特别好 她说那个钱不够咱们我们这把添加点啊 这个给你拿个几十万 那个你看以后有钱再还我们没有钱就这么低 反正你俩过日了吗 但是我我不 我不我怕以后我无言以论 我不 我说了我说这个房子如果结婚的话这个房子必须我买 这个装修必须我装我不会让你家拿一份钱的 然后就这样坚持但后来后来分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件事啊也不是因为钱的事 因为性格的啊 所以我想说什么我以我的坚持可能很傻但是也很傻逼很鱼辱啊 但这是我的坚持我不会改变的所以 啊 对了你可能这是大男子主义吧啊 就现在社会所以心里话我全部都是啊南方买房女方装修 南方买车女方这个手儿的嫁妆 所以就这样子啊两个人都是法国过日的但在我这儿绝对不 在我这儿 我也好的我总就一切都是我啊 女人你可以跟省儿 但是你要有你自己的事业啊不投你赚钱啊 但是你一定要有你的事业因为你的工作 你有你的生活你和社会不脱轨 那是最重要的一点 美化店没有美化店办过卡 我以前没跟他分手的时候我一般去剪头 啊剪头我就去报他名 就是他在那地方办的卡吧 我剪头发就是三十块钱 然后剪头我就报电话号码 然后呢 就每次我就不用花钱嘛 啊结果回来分手了嘛 喝酒之后我还去报他名 就这样免费剪了一年之后 估计他也受不了了 哦 就再去不要用了啊 女朋友分了吗 分了大概有一年吧 分了一年 有一天晚上我就梦寻他了 梦寻他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事距离现在已经四五年了 这个事距离现在已经四五年了 所以我就想着想说这个事嘛 我这人比较感情 然后当时有一天晚上睡觉就梦了 梦里是什么情节呢 就是我到他去吃饭 到他们家吃饭 然后呢吃吃吃吃吃 吃完之后呢 他送我走 在门口 在梦里啊 我到今天记得特别心中 然后呢我就 我就 我就跟他 我就当时在他 在吃完饭之后 我往外走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他家快点哭 然后呢 在梦里啊 他说他会再哭 然后呢他就问我 他说你哭了吗 你怎么哭了 问我 在梦里啊 我说 我说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在做梦 他说 因为然后我 我说我说我知道 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我在做梦 我在睡觉 因为现在当中咱俩已经分手了 已经分了一年了 然后呢 还问了我一句 我们为什么分手 当时我一句话说不出来 然后呢 我当时就开始在梦里开始哭 没过几分钟 我估计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我就一直在那哭 如果要送前任一首歌 送年少有为吧 因为里边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珍贵 那些美梦 没给你我一生有愧 今天呢 因为 我的原因 让他 和他现在的孩子 暴露在大众面前 我非常抱歉 对不起 黑我可以 你也可以玩这个套路 你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去伤害一个普通人 和一个普通家庭 人家现在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孩子 我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公众人物 给人带来了生活上的不便 而且他是一个 虽然是你打了马 但是认识他的人都认识他 他身边的人一定也认识他 他身边的人也认 一定认识他孩子 我觉得这些事做得非常的不适人 而且人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人家过得很好 这是我 这是2013年的事 然后我2018年才出道 我也从未 我在这里想说 我从未想过隐瞒这件事 这是他自己的生活 他有他的未来 他未来的生活 而且 我所有做艺人 得到的收益 和得到的光环 得到的一切一切一切 他没有任何的受益 你现在 那他凭什么来承受这些呢 他凭什么来承受我带给他的这些呢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抱歉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 怎么样都行 但是你不能伤害到其他人 我觉得这是我的底线 我想说我的态度就是非常坚定 我觉得我一定会 拿起法律的手段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去做的一件事 这是我应该去做的一件事 还别人一个功能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无论多久 我都会去做这件事 无论它需要多复杂 我都会去做这件事 所以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说这个话题 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 添麻烦了给你们 平日里添堵了 也非常之抱歉 非常之抱歉 当然最抱歉的还是 之前 跟我有过那么一段婚姻的那位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打扰到您的生活了 对不起 行了 我就这样了 因为我还在工作当中 我该说的已经说了 当然也希望各位 不要再将此事 二次传播了 然后呢 也不要对一些无辜人 是造成伤害 也不要去 去打探这个人 到底是谁 或者是他的一些生活状况 不要去打扰到别人 这是我对各位的一个请求 谢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了 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现在一段 非常平静的婚姻 非常幸福的婚姻 然后也有自己 他们二人非常幸福的一个宝宝 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他了 也不要因为我是一个公众人物 伤害到的他 谢谢各位了 我 嗓子非常清澈 然后我就到酒吧唱歌 人家酒吧老板说 我就用不着你 来酒吧来这种地方 来听歌来喝酒的人 一定是有故事的人 要不他特别开心 要不他特别不开心 你这种 你这种嗓音 在这个地方 生存不了 我说那你怎么办 他说呢 他说你必须得有沧桑感 于是乎呢 我就在家就开始扯到嗓子喊 就是我就是想把嗓子喊会 无论是这个舞台有多大 我还是想站在这个舞台上去 给别人唱歌听 然后得到别人的认同 但是我们酒吧也是缺人生意特别好嘛 因为我们酒吧需要一个乐队 我就跟老板说 我说咱们整个乐队吧 我是阿诺 我是乐队的吉他手 我是洋仔 是乐队的萨克斯 我是大艺 我是乐队的主唱 我是大 kilometers 我是乐队的剑弹手 我们是摩登兄弟 这感觉不行 你说我们在台上都已经嗨的都不行了 我们都汗流浃背的 我们汗流浃背的 然后人家客人特别冷静 好像是刚睡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不辜负相遇 多难得 时光好似列车 我们都是旅客 最美不过同行过